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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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哈利太太 做多甜麵包,今天改善口味 這個麵包加入了 螺麥和全麥麵粉 還有栗子 加上果仁 切薄一點,然後焗到它脆弱 很好吃的 如果你買的栗子是有殼的 要先煮兩至三分鐘 方便你去移除殼 然後把水煮滾 加入黃糖 放些栗子肉下去 煮至它軟身 關火,不要急著撈它們上來 繼續浸在裡面 就可以了 我想加一些脆的口感 入麵包裡 所以我焗了一些核桃和杏仁 聞到有香味 就可以拿它們出來 否則會焗焦 現在準備麵糰 加入高筋麵粉 全麥麵粉 是由小麥磨性 裸麥是另一種穀物 它做出來的麵包有很厚實的香味 但不帶筋性 所以口感會實淨很多 加上糖 酵母和鹽 就可以用低速 將乾性材料先拌均勻 然後加入水 和部分浸在栗子的糖水 再用中速 將它們繼續攪拌 因為加入了全麥麵粉和裸麥粉 搓油程序 直至用刮子刮一下麵糰 它是容易脫下來 離開大碗和刮子 我們叫合格 麵糰接近完成 現在可以將浸在糖水的栗子 拿乾 我放了栗子在麵糰 突然想起 不如抽起部分麵糰 待會做形的時候 我可以幫它穿上衣服 焗出來的樣子會更漂亮 放上栗子和果仁 用低速 將它們平均分佈在麵糰裏 這樣便完成了 我擔心我的形容不夠貼切 現在快看畫面 掌握一下麵糰當時的狀況 如果您還記得 較早前 我抽起了部分麵糰 沒有拌入栗子和果仁 現在把兩個麵糰分別放在兩個大盤上 我們進行第一次發酵 鋪上保鮮紙 可以放入一個沒有開的焗爐 中間放一杯熱水 發酵時間用上兩個小時 其實這個麵包都很適合低溫發酵 包好它放在雪櫃8至12小時 這樣便可以了 這個麵糰究竟有沒有發酵成功 就要看看它的內部結構現在生成什麼樣 當我撕開保鮮紙期間 你已經看到大大小小的孔孔在麵糰裏面 這個它們稱之為蜂窩狀結構 看到這個結構便知道發酵已經成功了 麵糰質地比較軟 撒一點手粉 再輕輕按壓排氣 就可以了 現在我把它分成兩等份 因為一會兒我會做兩個麵包 那當然要兩件衣服裝美 而混入了栗子和果仁的麵糰做法相約 輕輕按壓 滾完 分成兩等份 再次滾完 現在可以蓋快濕布 讓它們休息15分鐘 麵糰 麵糰休息完畢 我們就可以造型了 今天的造型其實非常簡單 特別之處是我幫它穿上衣服 首先將混入栗子和果仁的麵糰滾完 把另一份沒有栗子和果仁的麵糰按壓至薄薄的成為一個圓形 現在可以幫助大麵糰穿衣服 現在可以幫助大麵糰穿衣服 整個過程記得溫柔一點 不要扯斷扯爛的衣服 把麵糰穿衣服 盡量壓在大麵糰的底部 兩件衣服都穿好 就可以拿去最後發酵 發酵的時間大概45分鐘 我放入一個沒有開的焗爐 下面放了一盆出煙的熱水 20分鐘後我拿出麵包 蓋快濕布 在室溫中繼續發酵 因為我要焗石仔 這些石仔是在烤焗前半段製造蒸氣的 你沒有的話可以有兩個替代方案 一就是用大熱水 二就是放棄這個方法 質地會有不同 但不影響麵包味道 還有5分鐘後 就可以推入焗爐焗麵包 我灑上高筋麵粉 和少許螺麥粉 然後用一塊非常鋒利的刀片 或者刀仔在上面割花 今天我決定割這個花紋 把麵包放進去 自己滿意的造型 就可以推入焗爐了 麵團入了焗爐之後 立即在石仔上面 淋上100度的熱水 沒有石仔的 直接把熱水倒進這個盤裡就可以了 不過小心點 戴上手套 不要辣了 立即關門 先焗230度 15分鐘 後半段 就可以拿走石仔 或者擦一盤熱水 然後用230度 繼續焗多15分鐘 再次提醒 不要辣傷自己 小心點 OK 這個麵包焗好了 其實它的特色有點像歐式的香川包 加上它沒有下油 如果對於甜麵包吃得很膩 不想再吃太甜太油的麵包的話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二天早上我切薄片 拿去焗到它脆薄薄 仍然忍不住搽少少牛油 很好吃的 謝謝支持哈利太太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這條影片 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